上了醫學院之後 還要再唸兩年的書 才可以拿到安寧療戶的執照 那這樣子的人都忙得不得了 請問一個家人怎麼辦 所以如果您是家屬 如果您是照顧者 在精神上 身體上有各種的挑戰 你不要覺得是只有你 或者你愛你的父母不夠 不是的 而是我們還是一個人 OK 五分鐘 好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五權的照顧 什麼人可以去接受安寧療戶 第一 一定要有醫生開方子 醫生為什麼開方子 他覺得你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這個病不能夠治好了 然後你的生命期 可能只有六個月的時間 據他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活過六個月怎麼辦 我活了八個月怎麼辦 那沒關係 我們有這種獨居的老人家 他得了這個不治之症 一個人住在老人公寓裡面 也沒有去陪伴他 他很辛苦 他的人生已經是灰色的了 Right 那他本來可以出去跟人家玩 玩 現在也不行 就整天躺到床上 那麼他自從答應要接受安寧療戶 那就有志工去看他 跟他 陪他講 聽他講這盧溝橋事變 聽他的豐功偉業 那個志工還沒來 禮拜三要來 他禮拜天已經準備好了 照片 什麼的 要講的事都準備好了 他帶勁得很了 還開始要走walk了 所以等到這過一陣子以後 他身體比較好了 那個安寧療戶說 對不起啊 爺爺啊 你得出院啦 出我們的照顧 因為你已經情況太好了 他就出院了 然後等到他情況又不好 他再回來接受安寧療戶 你可以這樣子做的 這樣 OK 那這邊是要介紹 美華慈心關懷人 我們這邊要好幾位 美華慈心關懷人的義工 我們就希望能夠提供在美國的華人 有一個環境 大家能夠去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而且幫我們的未來 能夠做一個很好的準備 做什麼準備呢 待會兒跟你們講 那這就是我們的服務 做生命教育 像現在這樣子生命教育 我們也訓練一些 喘息療戶的義工 安寧療戶的義工 訓練他們到美國的主流團體去 幫助他們去服務我們華人的病人 我們也到醫院去 這是龔主任啊 你看看 有記錄在上面 他也支持我們的美華慈心的服務 也是我們的講師以前 那我們也到社區做宣導 我們也上報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寵苦的人家 所以要用上報的方式 把我們這個訊息帶出去 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也訪問這些老先生老太太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這些人 需要我們大家的關懷 那我們也到醫院去 去教他們怎麼樣更好的照顧我們 這個上面這個就是 pain and addiction issue 就是說疼痛 我們中國人對疼痛的看法 那醫生說 原來你們中國人是有這個關係 有歷史的背景 所以他們就比較能夠 跟我們的家人做很好的溝通 我們將來也要出一本書 是有50篇文章 是我們的團隊 醫療團隊跟一些志工病人家人 所寫的一些在美國華人面對的生死的問題 那這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任何人不管任何疾病 不管什麼宗教或沒有宗教 只要您對生死議題 有醫院了解的 我們都提供服務 那這是在一個天主教的一個團體 在LA我們做訓練 那這是我們訓練的60位志工 那這志工裡面 很多都已經開始加入這個80個團體 醫院也好 醫院單位或者是說療療院 或者是那個安寧療護團隊 這是在LA的City of Hope 也是有30多位 那我想最後要總結 我實在對自己實在太滿意了 今天竟然會提前一點點結束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我就說我們好像就是 大家都在一個火車上面 我們拿了一個票子 上了這個車 上了這個火車 那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下車 不知道 有的時候是孩子比爺爺先下車 有的是一起下車 不曉得 有的是倒戰下車 有時候不倒戰就緊急下車 那我們希望大家在下車之前呢 都能夠有機會 好好地跟你車內的人 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能夠有沿路上 欣賞這個沿途的風景 這個人生在世嘛 欣賞這個沿途風景 在下車之前呢 如果您能夠做到 把這幾件事情交代好 都有機會下車之前說 謝謝你 照顧我一輩子 我真是感謝你做我的牽手 對不起 我這個脾氣太急躁 每次都得罪你 希望能夠原諒我多包涵 我上台欠你一棟房子還沒懷你 也請你一遍 一定地原諒我 請你原諒我做錯了 也是我下輩子在懷你 還有呢 我原諒你了 你這個大惡不赦 把我害慘了 害了我一輩子 可是呢 我原諒你了 因為我只有原諒你 才可以讓我自己free 還有呢 有機會跟你牽手地說我愛你 中國人覺得有點肉麻 那你就不要講了 沒事給他個大紅包 會個大hug了就可以了 然後有機會一定要說再見 如果我們能夠每天把今天 當做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我想你對人生很多不滿 都會不見了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現在可以發問 因為我怕我們時間可能不夠 謝謝Sandy 我現在想請Sandy把他那個 美華時新關懷的網站 寫在那個Wideboard上面 然後今天他Sandy講的 帶著這些表情 這個都有吧 每個人 這上面有 這上面有 每個 如果你有那個 你有那個博碩的話 上面有是有網站的 我們有網站有電話都有 你們大家每個人都有一份嗎 請你回去之前一定要拿一份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資訊 那麼有人有興趣做義工 我們有 可以讓你成為我們的義工 還有我們有沒有兩分鐘 可不可以兩分鐘時間 大家填一下 你對我的 今天的講的講題有什麼意見 對我個人 請大家不要客氣 因為不留名的 請你盡情的批評指教 我們才有辦法改進好嗎 謝謝 就是今天聽的課 請你做一個批評指教